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5点35分 终于十首歌都唱完了 刚刚大家听到的《只送你十一朵玫瑰》 就是这个唱片里面最后的一首歌 20个小时前我还在录音室同一个地方 在唱这个歌 后来唱完了大概到7点多的时候 然后当然我们就回去休息啦睡觉 然后今天下午我们就开始在这边混音 终于这个唱片最后的一首歌 混音的工作也都做完了 按照以前的经验来讲 这个时候应该是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去买些香槟回来 大家庆祝一下 因为唱片终于做完了 总是觉得做唱片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钱不够啦 省点钱就算了 所以赶快就散人啦 这个就跑了这样子 今天也不例外 今天应该就是想要走的了 可是刚好在走的时候 我准备要收集了所有的 我们的一些歌谱啊词啊之类的东西的时候 很意外的这样子 当我把这个谱放回去我的包包的时候 我发现了自己一个小型的录音机 当录音机一直陪伴着我 没有什么好很意外的 可是我因为好奇的关系 我就把录音机拿出来 我就按下去听听看到这个 录音机上面有些什么东西 很巧呢 这个录音台上面刚好记载了 在这个唱片这一次的工作过程里面 一些写歌的片段 我马上觉得非常感触 很多在做这个唱片的过程 一些很难忘的片段 都一一地浮现在脑海里面 当然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有很多人都可以分享到我 非常非常愉快的工作成果 可是呢 一张唱片 一张完整的唱片 就是从这样的片段开始的 第一张唱片 一张唱片 一张唱片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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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3 5 3 5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